新北市中和區在晚間發射了強盜案件 在中原東街跟中原西街口 這名被害人他自稱是被七八名歹徒在街頭搶劫了1000萬的現金 那搶匪得手之後是立刻開著白色轎車逃往淡水方向 那根據這名被害人他自稱 他會帶這麼多現金是為了要投資一個直播平台 結果才剛下車就被歹徒來襲擊搶走所有錢 目前警方還在調查釐清當中 連阿Dia 還沒上車